渔船带着丰收的渔获进港 渔市场内吸引许多民众采买 不过停靠在港边准备出海的渔民们 大家是议论纷纷 谈的都是台湾渔船遭中国压走的事件 近来中国海警船不断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域 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 现在正是中国的禁渔期 大金满88号被压走的海域 平常就有许多船舰巡逻 如今发生这样的情形 也让渔民们人心惶惶 不论是往南或是往北 军舰海警船其实就是在等机会 只要一有台湾渔船进入争议海域 就会马上登检扣船 过去也曾有澎湖渔船遇过类似状况 澎湖居民说这就是杀鸡井猴 而且他们评估这样的情况绝对不会改变 因此大家出海时也只能多注意 千万不要越界 避免成为下一艘被扣押带走的渔船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